震撼的战场对抗,神秘的海洋种族,2022最新科幻大作《黑豹2强势来袭》 故事开始,为了抢救黑豹,妹妹苏瑞试图人造新型草药,可最后还是晚了一步 黑豹因病不治身亡,为了纪念这位逝去的英雄,瓦坎达举国哀悼 为黑豹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在家人悲痛的注目下,黑豹永远离开了大家 一年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声讨了瓦坎达,以莫须有的罪名扣帽子 说他们利用震惊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则是想让瓦坎达交出震惊与世界共享 女王霸球回怼,在座的各位才是万恶的源头 果不其然,既然女王不愿分享,美国干脆就派人来抢 认为黑豹死后,瓦坎达陷入虚弱,但女王为此早有防备,并派出超模团破灭了敌人的诡计 带着八国联军的俘虏,女王当众羞辱了这些虚伪的政客 另一边一支神秘的科考团队在大西洋某处下海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带回仪式的震惊探测器 不过潜水员刚一靠近,控制中心就丢失了信号 漆黑的深海里,潜水员遭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 紧接着,鬼灭的滴雨在周围响起 人们在声音的蛊惑下纷纷跳入大海 博士堵住耳朵到甲板铭枪制止 不想声音中断的那一刻,海中的神秘生物就窜到了甲板 博士见状开枪威慑,见伤不了对方 他只好逃进了直升机 可没飞多远,直升机就被拖拽砸进了海里 回到瓦坎达,女王带着女儿到海边挨撕黑豹 但苏瑞并不想杀毁哥哥的遗物 说话间,海里突然飞出了一个神秘男子 母女俩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询问中,男子自称纳伯 说是美军在他的家乡发现了震惊 虽然一时赶走了他们 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纳摩希望瓦坎达能够提供协助 见到纳摩身穿的正经 女王这才意识到正经并不是瓦坎达独有 纳摩希望女王找出正经探测器的设计者 并将它带给自己 一旦事情完成 女王用他留下的海螺呼叫即可 不然他就带领海族大军踏平瓦坎达 看到身后的正经探测器 女王才知纳摩此言不假 照其各部组长女王商讨了纳摩仪式 为了还原事情的真相 女王将让将军带着苏瑞前往调查 根据线索 他们找到了探测器的设计者 丽丽目前还是在校大学生 探测器也只不过是学校的一个项目 在得知苏瑞的来意后 丽丽只好乖乖的跟着他们走 不想丽丽的一举一动早已被联邦监视 就在他们回实验室拿资料的时候 联邦特工就将这里包围 三人分头行动冲出包围 穿上自制的战甲 丽丽一飞冲点 并为两人提供敌人的动向 为了打掉敌人的眼睛 丽丽果断冲刺干掉了侦察机 在两人冲关时 丽丽提供火力支援 清扫了障碍 本以为摆脱了敌人的追赌 结果没走多远 三人就被巨大的爆炸给拦下 原来是纳摩的海兵杀到了这里 他们奉命来杀掉设计探测器的科学家 将军拿出长矛上前阻止 双方随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让将军意外的是 这些海人竟然杀不死 在头目的挑战下 将军并不是他的对手 对抗中将军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最后被海人的炸弹冲进了海里 醒来的苏瑞拦住了两人 经过一番交涉 纳摩让海兵将两人全都带回去 公主被绑架后 女王大发雷霆 并将责任怪罪于将军 于是当着不足的面 隔了将军的职 根据苏瑞耳环的定位 女王掌握了耳环最后出现的位置 为了救出自己的女儿 女王想到了临近失踪位置的纳基亚 她是黑豹的前妻 所以苏瑞的绑架 这个做嫂子的肯定不会不管 很快纳基亚展开了调查 她来到墨西哥的一个小岛上 并向这里的老者打听纳摩的下落 在对方的描述中 纳摩是他们的国王羽舌神 并在附近的海滩出现过 与此同时 在纳摩的邀请下 苏瑞换上礼服与其见面 会面后 纳摩解开了苏瑞的疑惑 时间回到1571年 由于西班牙的入侵 纳摩母亲所在的部落染上了疾病 为了治疗这场瘟疫 部落勇士找到了救治的方法 一种生长在蓝色石头上的植物 拯救了他们 喝下这种植物的蓝色药液后 他们的病虽然好了 但也失去了在陆地呼吸的能力 反而让他们能在海洋中 像鱼一样呼吸 这次不足远离了战争和疾病 不久纳摩在海中诞生 蓝草延缓了纳摩的生长 可他的母亲却被时间夺走了生命 但是母亲的遗愿 纳摩将会把母亲安葬于家乡 可回到故土时 他看到的却是殖民者对族人的蹂躏 回想起母亲的遭遇 燃起怒火的纳摩选择了复仇 他用殖民者的命告慰了母亲 在埋葬母亲的那一刻 纳摩心中也种下了对人类的仇恨 这就是为什么纳摩必须要杀了莉莉 苏瑞保证莉莉会留在瓦坎达 对于苏瑞的提议 纳摩未知可否 为了缓和双方的紧张 苏瑞想参观一下这里 于是在纳摩的带领下 穿上潜水服的苏瑞参观了水下世界 通过一条漩涡隧道 苏瑞来到了海底的秘密花园 在纳摩的带领下 利用震惊带来的能源和科技 纳摩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都市群 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快乐生活 接着苏瑞便看到了海底的人的太阳 而他正是由震惊打造 与此同时 纳吉亚通过海滩发现的线索 找到了水下世界的入口 女王让他将苏瑞带回来 到时候他会想办法将纳摩引开 此刻苏瑞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大家的矛盾 但纳摩却要苏瑞表态瓦坎达的立场 对于人类长达数世纪的奴役和欺凌 纳摩有了反攻地表的意图 就看瓦坎达到底是盟友还是敌人了 出于对震惊的觊语 很多国家想要瓜分了瓦坎达 如果两家结盟 他们将立于不败之地 但苏瑞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如果瓦坎达不同意会怎么样 纳摩直言 瓦坎达将成为第一个沦陷的国家 面对纳摩的威胁 苏瑞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就在这时 女王通过海罗召唤了纳摩 两人来到海边 女王让纳摩归还自己的女儿和科学家 不然他就公开纳摩海族的存在 纳摩不惧威胁并扬言 只要发现一艘瓦坎达的船只 他就杀了公主和科学家 就在双方谈崩之际 纳吉亚悄悄溜进了洞穴 很快他就发现了关押的两人 在受杀一名守卫后 纳吉亚成功将苏瑞和莉莉救了出来 然而此举无疑是两国开战的导火索 因为被杀的守卫正是纳摩的女儿 在仇恨的计划下 纳摩生批投冠向族人动员 在他的代理下 瓦坎达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回到瓦坎达不久 苏瑞就加强了隔音屏障 但即便如此 纳摩还是攻破了这里 城墙率先被水雷炸毁 大量海水涌入了这里 城中很快陷入混乱 与此同时 海人用鬼魅的叫声蛊惑 让迷失的瓦坎达人纷纷跳入水中 这在住时 苏瑞驾驶飞船前来营救 女王健壮立马吊败飞船进行疏散 大部分人获救的同时 纳摩从水中来到了地面 瓦坎达战时健壮 从背后发起了偷袭 结果下一秒 他就为纳摩一拳打飞 空中支援很快赶到 面对炮火打击 纳摩挥舞长矛轻松化解 在小翅膀的加持下 纳摩身轻如燕来去自如 在速度与力量面前 这些飞船分分钟就被他大卸八块 就在这时 苏瑞发起了密集的进攻 纳摩一跃而下躲进了水里 规避掉所有伤害后 纳摩抓住机会一跃而起 一毛就插爆了驾驶室 事故的战船掉入了海里 好在将军及时赶到 才把公主救了出来 纳摩想要除掉莉莉 可坚韧的玻璃却难住了他 下秒机智的纳摩就抛出了水炸弹 大水很快灌入了建筑 两人也被湍结的水流带入了水下 女王奋力去扑救莉莉 等两人被救上来时 他们已经溺水身亡 纳摩留下这个教训后 潇洒转身离开了现场 因为一番抢救 莉莉被救了回来 而女王则永远离开了人世 结束葬礼后 波罗长老想要处理城市 到甲巴里安营扎寨 刚刚经过一波的苏瑞也只好答应 为了抵挡纳摩的下一次进攻 苏瑞必须强大自己 这里他想到了纳摩送给自己的手链 上面的纤维正是蓝色植物编织 通过精英分析 苏瑞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从突破上找到了线索 人造新型草药也获得了突破 在历历的建议下 想要击败纳摩就必须将它引到干燥的环境 一个战胜纳摩的方法也逐渐成型 最终人造新型草药的关键被攻克 苏瑞也成功将其打印了出来 为了获得黑暴的力量 苏瑞勇敢地喝下了草药 吸引草药发酵后 苏瑞来到了仙人之境 可这里他见到的人却是金钱豹 因为现在的苏瑞满心只有复仇 正如当年的金钱豹一样 被奚落一番后 沮丧的苏瑞回到了现实 没见到自己的哥哥 这让苏瑞无比失落 宣泄情绪时 他一拳将盔甲击飞 可见苏瑞同样获得了力量 正当各部组长在山东喝茶时 苏瑞从天而降 一个完美的落地惊呆众人 和姆巴库鄙视力量后 瓦坎达的黑豹终于复活了 成为女黑豹后 苏瑞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要向纳摩发起反攻 姆巴库试图劝阻 可苏瑞眼里只有仇恨 进行瓦坎达的力量后 苏瑞率领大军展开了对纳摩的讨伐 利用探测器当诱饵 纳摩被成功引到了大西洋 遭到声波攻击的海人浮出了水面 就在做时 苏瑞率军发起了进攻 纳摩单枪匹马杀入敌战 莉莉身穿钢铁战甲迎击 与此同时 海人破坏声波武器后登艇作战 双方随即在船壁展开激战 与黑豹腾空而起冲杀敌战 在莉莉的配合下 纳摩被引入了飞船 苏瑞闪身快速进到了船体 双方对峙支持 苏瑞开启了针桑拿模式 伴着室内温度的升高 纳摩明显感觉不适 计划成功后 瓦坎达将士准备撤退 不料海人在解除声波武器的限制后 用鲸鱼拉来了沉吨的水雷 伴着快递的宋达 瓦坎达的战船直接被炸得人仰马翻 局面陷入僵持后 苏瑞派出了午夜天使加入战斗 被动的纳摩开始反抗 他用长矛攻击着船体 因为他的武器也是震惊打造 所以飞船也扛不了多久 在苏瑞的指令下 可没撑多久纳摩就击毁了飞船 与此同时海人冲上了甲板 双方人马展开了激烈的拼杀 可人数劣势很快让瓦坎达陷入被动 而另一边女黑豹与纳摩展开了最后的决斗 绝对的实力还是让女黑豹招架不住 但干看的沙漠很快削弱了纳摩 抓住机会女黑豹发起了反攻 不料倒地的纳摩发起投袭 直接用长矛刺穿了女黑豹的身体 但纳摩也好不到哪里去 由于缺水 削弱的他想要回到海里 为了阻止对方 苏瑞从长矛中抽离了身体 靠着完全的毅力 苏瑞拦在了纳摩身前 借着发动机的喷射器 纳摩遭到了凶猛的烈焰制烤 此刻的他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苏瑞拿起长矛想要替家人报仇 可一番心理斗争后 苏瑞放弃了杀戮 并劝说纳摩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在苏瑞感化下 纳摩也放下了仇恨 与瓦坎达握手沿河后 纳摩也召回了自己的海人大军 结束这场战斗后 大家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苏瑞也迎来了重生 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瓦坎达 故事的最后放出了一个彩蛋 那就是黑豹其实还有一个儿子 只不过连黑豹都不知道而已 以上便是本期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